星星我看你剪的什么样了 星星爸爸今天带你去剪头发好不好 好的 你喜不喜欢剪头发 喜欢 爸爸这一次我写头的时候 别笑我了 一笑我就不哭 大家好 我是星星 这位呢 我是星星的爸爸 今天要带着小布点去剪头发 我的朋友说她头发太长了 我们今天给她剪一剪 这次剪头发哭也得剪 我才不哭呢 我也不再次小孩 媳妇你发现了吗 咱闺女这个嘴硬越来越帮你了 这叫青春玉兰胜玉兰对不对 对 ok 出发之前给她吃点东西 给她炒个胡萝卜吧 行 这段时间太感谢我岳母了 之中她来了之后 学学的老师都夸点孟初醒 说她吃饭也专心 学习也积极了 你就幸福吧 大老人从广东跑来山东给你看孩子 嘿嘿 孟初醒啊 出家吃饭了 哎呦这煮的什么饭呀 妈前天的手艺就这样了 我妈妈做的饭挺好吃的呀 就你老师嫌弃我厨艺 看闺女吃的多干净 我现在饱饱的 谢谢姥姥不去吗 姥姥不去 你这又拿啥呀 拿自己的洗发水 用自己的放心些 走吧 有没有想好给闺女剪什么样的发型 要求不高 剪的好看就行 这还要求不高 本来上次呢 能给这个小布点剪头发的 这个小布点中途哭了就没剪成 今天咱们勇敢一点啊 他到了 今天给小布点剪个头发 期待他变漂亮的样子吧 哎呀你还挺自觉的 一进来就知道找地方坐 现在先给法相师看看他的头发 看看孟初音的头发 又长又浓又密 都快到屁股那里了 又来麻烦你了 他这个好弄吧 他这个头发 不是 这有个旋是吧 对 嗯 加上孟初音这些地方都是胎毛 你看看 对 剪短一点 剪到这里 剪了 这会他们在设计发型 我们一会看看改变吧 好 小孩就不烫了 给他稍微剪一剪啊 走走走 给你洗头去 一口给他用 我们自己洗发水 嗯 好了好了 行行舒服吧 还比妈妈写的舒服呢 我不管 一会我也得写 你掏钱啊 啊啊 你都洗完 你还挺好闻的 那肯定啊 我选的呀 行行喜欢这个味道不 好舒服呀 给行行安排个VIP包间 行行啊 你的脸真大 今天就给他剪个刘海 然后再剪短一点 上边比较好大 好 那就交给你了啊 剪了 要给行行剪短了 不玩了你还留的吗 不留了不留了 你要留你拿着吧 我都不要了 短饭已经剪好了 现在准备开始剪刘海 哎你干啥去啊 我也洗的话 今天你请客呀 嗯 好好洗啊 花钱了啊 从这边能看到他 你看这个小孩多不老实 这个泡盘真多啊 对 味道也好喝 舒服吧 舒服 你给我搬张卡呗 没钱 这是护发处是吧 对对对 嗯 学着点回去给我 给我写 门都没有 吹完了 吹完了你看我头可干净了 一个头一切都没有了 行行行 你这是干啥啊 他的头啊 老师乱动给他复兵住 哈哈哈哈 行行啊 我看你剪的什么样了 呜 嘿嘿嘿嘿 洗洗头 一会吹干了 就能看见最终的效果了 你很难现在上来干什么 阿黄阿黄 你儿不要笑等我爬上 剪完了行行 站过来吧 给大家看看最后的样子 真可爱 咱这么好看的头发 回家给姥姥看看好不好 还想给姥姥奶奶 好 姥姥看我漂亮不漂亮 漂亮 我变样子了 哎呀 是哦 变漂亮了 我还没剪头发的时候 就变成这么多头发了 我现在剪了 没有这么多头发了 嘿嘿